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姓教师阿鲁 我就是要来讲这一个,这很像人家健身房啊,或者是小辣车啊,轮椅啊,把手啊,等等的 你都可以做像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是扫除做出来的 扫除这一项指令,我们不会单独使用,你一定要有一个密度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去参考,或者是结合曲线的指令 而且呢,我就做半边哦,另外一边是金色来的 不过这个没有工程图,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设计你们的形状跟尺寸 要注意的是啊,你有发现吗,这个上基纯片看起来是这样吗,对不对 浅基纯片它是,它不是平的哦 它是有弧度上来 当然你这边你想要再做一个弧度,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上基纯片,我们先产生一个新的平面 这个平面呢,我是抓30啦 平面1吧 在平面1呢,我们开始来画那个外轮廓的造型 那么,来 线 加 这个垂直的线 这边怎么办 因为它是有弧度的嘛,所以我直接 我直接画一个圆 点呢,去跟这个圆共点 相切 你可以呢,调整一下 我看这个点跟这个 平行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设定这个圆的尺寸 50 长度 200 然后握把,你看你要多长 我做到100好了 它这边这个弧度怎么办 不要用草图圆角哦 这个是2D思维 给它一个圆吧 相切 相切 好,这个圆你可以设定大小 比如说100 它是补助线哦 所以我先把它转成曲线 好,这是我的原始草图 那你们可以自己设定你们的形状 这个草图 1是原始草图 一面1再画一次 把它复制出来 这次我只复制了一个圆 两个圆 然后两条线 这条中心线不要再复制了 复制出来之后呢 开始做修剪 啊这边怎么办 我没有忘了要它是完整圆 所以你可以给它一条中心线 再去做修剪 它就会只剩下上面这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 投影曲线的草图 它会跟Photoshop的图层一样 所以图层越上面的草图 你去点选它 它就会直接选取月上面的 如果你要选择的是2的话 请你把1给隐藏起来 你才不会 入触到我们的原始草图 因为它是传家之宝 我们没有要把它用掉 那么我们右边的这个路径 有了之后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起伏 它不是平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前几准链 来去画 先给它一条线 比如说我就想要做这样 那这个点呢 你可以直接去跟我们草图 2的端点 去做限制条件 垂直 这边也是 垂直 这个点 就跟这个点 垂直 垂直好了 我们再转正 线加平面 共线 点 加圆点 水平 这样子我的草图基本上 没有设定任何尺寸 它就锁起来了 而且它是跟我们的 平面1的草图 互相对应的 那这个草图的 参考用 所以我就不再留草图 你会发现你的草图 草图长得是像这样 好 投音曲线 第2个模式 草图字 草图 草图1 再选一个草图2 那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一条 黄色的预览线 打勾 这个预览线 我们前视图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弯下来的 又视图再看一下 有没有 扫出 圆形 点选 这条线 就会跑出这个 莫名的 那么这个是 右半边嘛 对不对 右半边完成之后 另外一边就可以做 镜射 那以前 我们在镜射的时候 直接用特征镜射 但这一次 因为这是一个 实体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本体镜射 去 参考右肌紙面 镜射过去 诶 老师 好像太长诶 那 可以再去调整 我们的草图啦 这边 200的地方 觉得太长了 它就可以改 改短一点 那就会变短一些 那 改完的呢 甚至 这个地方不OK 你想要用圆角 去做一个修饰 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我会不会太大 不是 这样 大红大钩 有没有 做两个圆角 去修饰一下 你的破笔 其实它这个还可以再更进阶完啦 就是如果各位还记得 曲面 赶快订阅阿鲁的频道 跟着阿鲁一起 迈向雷系建模大师的目标吧 曲面 曲面里面的 偏移曲面 你甚至可以 复制一个出来 10太多了吧 1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用 幼基准面 去做偏移 偏30 然后幼基准面 再偏另外一边 去做分割 用香蕉 可以切开 另外一边也切 然后删掉你不要理 有没有 阿阿我们再去用那个叠层大针有没有 再往里面偏一个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有厚度的 地方 你要做那什么 弓箭阿 还是你要在两端的把手 再去做一个 发泡棉阿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加一层出来 但是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先讲这样就好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按赞 订阅或分享阿如的频道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